那怎么样通过饮食来养好这个肺阴肺气呢 吃点啥比较好 秋天就适合吃酸甜味的 酸甜味 为什么这个水果 苹果 梨液都在秋天成熟 这其实我们人与自然的一种关系 所以贴秋标并不是吃那个肥肉贴那个标 对 而是可以吃很多东西 对 那这个干壳 皮肤干燥我们都能够理解 那失眠怎么 我们的睡眠它是在中医学里面 睡眠它是阴性的 而秋天秋早它就伤阴筋 阴筋不足之后人这个精神就会 他心神不宁 就很难去进入一个良好的睡眠状态 那这个时候我们睡觉之前吃点啥 吃白粥 黑米粥 或者是 我们都有 你都有 赶紧给我吃一点吧 黑米在这 白米粥 我适合吃哪个 我要吃黑米粥 黑米粥也不喝 我适合黑米粥 莫莫要哪个 紫米粥 我要紫米粥 紫米粥 我要新米粥 老师你要哪个 我给你个新米粥 好 我白粥就行 白粥 白粥 没有了 只有红豆绿豆了 好 我来给你 红豆绿豆吧 红豆绿豆 就是粥瓜分了 吃粥在中医理论里面就是说 早上益气助阳 晚上自阴养穴 所以说早晨吃饭的时候 一般选用白粥来健脾益气 晚上选用黑米紫米来自补干身 来养穴 这样正好是傍晚 我们吃了点粥以后 晚上就能睡得好 所以说晚上就喝粥就特别好 对 晚上煮粥 晚上最适合就是紫米黑米粥 紫米黑 而且我觉得晚上的时候 特别是在秋天的傍晚 晚上的时候 你要睡觉之前 其实可以喝一个这种热热的 这种紫米或者黑米粥 我们这个其实隔水 温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中间就有关联到 为什么福建在离秋之后吃龙眼 煮粥的时候 尤其晚上煮粥 黑米和紫米粥 煮粥是你加一点百合 百合就润飞 自阴意气 宁心安神 加一些龙眼 就是桂圆肝 桂圆也是补血安神的 所以它非常利于睡眠 如果说你伴随的有上火 伴随的有口干舌头 火气很大 你就在煮粥的时候加点绿豆 那我可以这样 加点绿豆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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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米 右 绿豆 对 黑口绿豆 黑口黑米 黑口绿豆 黑口黑米 原来贴秋彪 还可以喝魅力厨房的粥 对 这还是特别好 因为它又可以健脾眼胃 又可以滋阴润肺 对 所以以后到秋天 朋友们就是有这种 不舒服的时候 你不要跟他说喝点热水 下次说喝点热粥 对不对 我们最后说一个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好像便秘也是困扰很多人的问题 在秋天 因为你说它燥 肺与大肠相表里 肺阴虚 肺燥之后 它必然会引起这个 一般往往都会伴随出现这个肠燥 肠燥这个大便干净 而这个改善方法 仍然是在吃粥的基础上 但不同在哪里呢 不同的是这个燥最适合用蜂蜜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还有就是梨这些都可以 还有你如果说比较严重的 你可以当归加一点 那其实我就在想 大家都会觉得说 喝粥我们自己的感受就会说 会比较舒服 但是其实想来它也就是米 然后只是说它是一个煮的一个加工方式 那它为什么就能够养生呢 《黄帝内经》里面讲的就是说 无骨为养 无菜为冲 无果为助 无处为意 无骨为养 就是说我们的基础生活 大多数我们的饮食比例 40% 50%都应该以无骨类为主 在这里面呢 其实大米是我们就是很早 比毛如雪时期 我们其实都开始发现大米 种植大米开始吃了 所以我们身体对的适应性更强一点 这我们中国人吃大米多年了 欧美它吃大米少 这与我们这个长期来的饮食环境有关 这个大米呢 其实呢我们现在分为精米和鲜米 把长粒的称为鲜米 把小原粒称为精米 入药的用的话一般用精米 像我们这个煮粥用精米 蒸米 蒸饭的话用鲜米 对 而且这种呢 就是尤其是米粥 我们那时候我姥姥姥爷就说 你多喝这些米粥 它是什么可以强体 好颜色 就是说它呢就是也可以让你美容 相当于让你的细胞饱和的作用 真的别看我说肘子半片猪 话说回来了 就像我们这岁说 您来三顿试试 一四顿都说 给我点粥和 给我点甜菜吧 好吧 那为了我们的秋日的健康 我们一起来干个粥吧 我没有了 干粥 干粥 刚刚其实蕾叔提到了 我们秋天主要是针对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健脾养胃 还有一个就是润躁 然后还要养肺 所以说呢针对两个方面呢 我们想通过今天的一些方案 来提供给大家一些参考 好 那我们本轮就要进行食补大PK 你们谁来挑战 我 那这二媳妇都上了 那我的婆婆来呗 对 你必须 好吧 一起来吧 我们挑战的规则就是 利用魅力厨房的新女粥 来制作一个适合秋季食用的创意粥 最后呢我们会从营养 口感 还有美味三个方面来进行评比 看谁的粥更胜利 我们的评委呢就是这边的两位老师 好不好 好吧 好 我们的两位挑战者已经就绪了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谢达这边 你是要做什么样的粥呢 我这个就非常厉害了 不先不用渲染 先说一说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粥叫做太极粥 哇 是不是好厉害 名字起得那么好 难道就是芝麻粥加白粥吗 给你留点悬念吧 好吗 真的吗 好 这边 康姐 我这是接地 千万不能输 对 我这是接地气的粥 但是营养那天是满满的 有累输在 我这些叫杂粮粥 我名字这么朴素 来 现在我们就开始制作 好 我跟你说这粥特别方便 对啊 一粥就行 它特别稠 咱们得稍微兑点水 这你瞧瞧 看见了吗 特别丑 来 给我倒点水 倒这点 这下 你直接把评委 你是不是直接把评委当你的助手 对 它是评委 这得拉进感情 好的 我这边也要开始操作了 我今天 先给大家煮这个新米粥 然后里面要放上非常厉害的东西 就是党参还有山药 我跟你说 小亚 别看她们说那么邪乎 生活得知道偷巧 对 得知道借力 我天天忙着呢 什么跳舞 广场舞唱歌歌 哪有公王 周王 对啊 哪得行 我跟你说 你什么回来 什么有喝 胖姐这杯已经快开了 对 咱们再把这个绿豆搁理 绿豆是什么 刚才蕾叔说的 手气去掉 去掉 再得说呢 好了 米粥又是不忠义气的 对吧 你当然也许说 好 这个呢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花生米 花生米 俗称又叫长寿果 长寿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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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有长寿果 我们这边有党参 来吧 我们这边还有百合 我们这边还有山药 那个时候 我们要 秋天要怎么样 要润燥 我们那个肺是优贵的 对吧 对 所以我们搁点百合 什么 自热一下 生的干咳 党参是什么 就是吃了以后 就睡觉好 睡眠好 对吧 党参 你是哪边的品位 不 我先对我们说 你是哪边的品位 不 你一定要占助力 下回我帮你唱 我可不带你 你说党参是 党参是怎么来着 酱皮养味 酱皮养味 党参 酱皮养味 就是 不能够我的东西 这么多东西 好 可以了 所以我跟你说 这粥根本就不用管 你忘点一下 咱俩可以聊聊天 可以抓朋友圈 可以改个套子 可以照个项 咱们咱们要这样 我们太极竹的一半 已经制作完毕了 我们一锅 马上就要被我们的 评委老师帮我们熬好了 好 高姐 这个不加了吗 这个等一会儿倒在碗粒锅 我们再加 因为蜂蜜它是有活性的 如果要是超度50度 它就死了 对吧 雷叔 是的 是的 所以你看 这个想求 这都是智慧的细胞 哪是肉 你早忘了 这都是智慧的集结 对 你看见没有 刚才一大粥 我倒了那么多水 还这么粘稠 那就证明 就是说 它的粥人家很实在 我们这个能成过来了 可以了 好 灯锅 它是沉下去的 因为它这个 根本就没管 你都没动手 我们的太极粥做好了 我们的粥马上也就好了 看好了 你们的粥 这些都非常 都是智慧 都是智慧 来 再来点枸杞 来 高抛一下 多了 够了 这个呢 好 放旁边就可以了 拎出血液的感觉 来吧 走 还要拎出血液的感觉 好 运动 来 先摆过来 来 我们两队都已经做完了 交出了自己的答解 而且我觉得不是说是谢达 然后胖子的比拼吗 为什么变成了三个人和三个人之间的对决 对 但是我能说一句吗 你说的 你们这个粥叫什么粥呢 太极粥 太极粥 那好多我请问那个太极的那两点在哪呢 我们太极的两点在心粥 又好看 我告诉你们 如果不是这个碗 你们这就是一锅浑在一起的粥 这个是有弊意的 为什么 左边我们这个心米粥加上党参和山药是白天喝的 很适合我们白天 然后 健脾养胃 对 健脾养胃 然后我们这一侧的是我用黑米粥加上这个百合还有枸杞 对 所以说很适合晚上喝 对 所以你这个要早上喝完了之后剩在那儿 然后晚上再喝那里 不 我上次告诉大家 这样的粥虽然是早上喝和晚上喝 但是一起喝也是对身体非常好的 那你们的呢 首先 心米粥 心米粥有什么好处来的 你看 这样的 对 对 五中一期 它是生命之粥 对 天天我们搁的是 好坚强 我们可以消失去热 而且还解毒 好的 没关系 我们投票吧 还有高级 我的婆婆就是人是第一次为你主动 对 而且又是你赢了 原来你赢了 这不就是他就过去了 好 来吧 尝一尝 这样 我们品尝一下 然后感觉一下以后我们来投票 得书尝之前先考虑好自己的身条 我是觉得既然是粥 就得有一个粥的粘稠的那个感觉 因为我是觉得那个杂绘粥 是已经有一些水跟米粒分离的这样一个状态了 所以我个人它更喜欢太极粥 谢谢 我说我自己 我只是做我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这两个粥其实都不错 因为它其实都做到了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养生的一些秋天需要的原理 但我只是从我自己的感受 就是我可能是脾胃没有那么的就是强健 所以比如说像这种花生放的特别多的粥 包括里面还有绿豆 对我来说其实消化就不会那么的好 因为是整个花生 又是整个绿豆 这是你的问题不是粥的问题 不 那就是从自己的角度来选择 那既然可以这样选的话 那我就觉得这个粥特别适合我了 因为我是一个暴脾气 所以需要在秋天的时候多进一些这种西汤寡水的 好 对吧 还有花生 好 雷叔呢 你怎么看 雷叔你这么一叫你你好像就迟疑了 雷叔你怎么看呢 从石雕腰山的角度上呢 这个太极粥其实也可以称为鸳鸯粥 鸳鸯粥 鸳鸯粥 白粥用到的党参山药 党参健脾一气 山药平补三胶养肺健脾补肾 所以说也可以作为男孩子的一个保健粥 这个原来我也配合 对 你吃不着了 你已经选这个粥了 然后这个黑米呢 黑米紫米呢 主要滋补肝肾肾 滋补肝肾它有个不屑的作用 不屑 所以说女孩子吃了会容光焕发 皮肤更好 所以这个 可以养粥 一人吃一半 对 好友爱 对呀 两个人都要分吃 对 好好友爱 对对 谢谢别那么激动 再说说我们这个 胖姐我们做的这个粥呢 其实是阴阳合一粥 好 这才是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最高境界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要融合 对 要相爱 从营养学的角度讲 现在很多人喜欢单独用黑豆和黄豆和磨豆浆 其实都不是太可学 对 因为这个豆呢 有单独的绿豆啊 花生或者是精米 都属于不完全蛋白质 嗯 它的需要配合你 比如说花生中有的氨基酸 可能大米中 精米中没有 精米中有的可能 这个绿豆或花生中没有 所以它们在一起复合主粥呢 它就变成个完全蛋白质 就能满足一天人体的蛋白质需求 这个煮粥啊 你看为什么叫新米粥 我就听到这个新米 我是比较动心的 大米一定要吃新的 煮粥越粥越粘越香 米一放呢 它会氧化 对对对 它和油这氧化 就有点个哈哈子的味道 对 所以大家的米一放沉之后很不好吃 对 所以懂吃粥的人都吃新米 对 我们已经上去朋友过 我们专门吃新米 对 是 从口感的角度来讲呢 我个人呢 更喜欢的就是杂粮粥 哦 杂粮粥呢 杂粮粥应该有掌声 为什么喜欢呢 因为它适合我的身体需求 听到了吗 适合我们的身体需求 是 是 是 所以我知道了 所以就是两票对两票 我们赞成平局 好不好